这种评论与您平息人论 大家好 我是宋忠平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钓鱼岛问题 你看日本的海上保安厅和日本海上自卫队 现在在举行联合军演 其军演的目的就是要阻止解放军巡航钓鱼岛 也就是两个所谓的军事力量在何必想对抗中国 日本海保和海字举行罕见的军演 为了阻止中国军舰接近钓鱼岛 而且指出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使用武器 来针对中国的军舰以及中国的海警船 那么这一次军演是在哪个位置呢 来看是在东京都一斗诸岛 东京都一斗诸岛在哪呢 你看这就是东京都 旁边我画的这个圈就是一斗诸岛 一斗诸岛是在小丽园群岛的北边 也就是距离琉球群岛包括钓鱼岛还比较远 换句话来讲的话就是日本并没有敢在中国的钓鱼岛附近来举行相关的军事演习 只是选择了一个在自己的本土附近的一个所谓群岛来进行类似的军事演习 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一点 那么演习的目的呢就是我们的海警船 我们的军舰如果要巡逻钓鱼岛的话 他们就会出来拦截 如果拦截无果的话 他们甚至会使用武力来驱离我们的舰船 那么究竟日本能不能得逞呢 肯定不能得逞 日本为什么会这么做 原因是多方面 一方面的话就是中国政府 中国军队在加大对钓鱼岛的管控力度 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对钓鱼岛的常态化管控 日本政府包括日本的军方就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担心 担心钓鱼岛失去了自身的控制 那么我们很清楚一点的话 就是从法理的角度来讲的话 钓鱼岛是中国台湾宜兰县 由宜兰县来进行管辖 而并不是日本口口声声是琉球群岛的一部分 这就是一个自古以来 以及国际法赋予中国钓鱼岛的一个实际的定位 它就是台湾省宜兰县的管辖范围之内 那么日本在这个问题上的话 纠缠不清 其目的呢就是要混淆视听 既然中国不断的在加大对钓鱼岛的管控力度的话 日本呢必须要采取相应的方式来扭转所谓目前不利的局面 但是有一点的话刚才已经和大家提到了 日本是不敢在钓鱼岛进行演练 如果在钓鱼岛进行演练的话 那么中日之间必然会发生摩擦 日本呢是承担不起发生摩擦所带来的后果 同时呢我们知道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我和大家也说过 日美打算在钓鱼岛附近举行联合军演 包括两西夺岛演练 但是一直到现在已经到年根了 日美还没有举行在钓鱼岛附近的联合军演 这就说明日美已经暂时放弃了演细的计划 为什么 在这儿进行联合军演 对中国政府对解放军有强烈的刺激 甚至不排除会出现擦枪走火的可能 所以日美包括日本 都不敢在钓鱼岛附近举行联合军演 但是我们要明白一点的话 日本现在不断地在加码挑衅中国 而且挑衅中国采取的方式呢 就是绑架美国 因为美国不断地说 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 包括钓鱼岛 既然包括钓鱼岛的话 那就需要在钓鱼岛问题上来大做文章 来绑架美国 美国呢必须要帮助我来夺取钓鱼岛 所以日本现在不断地在挑衅中国 但是它靠自己是不行的 所以需要美国来给它提供更多的支持 但是我们要明白一点的话是什么 就是钓鱼岛是中日民意的爆点 那么如果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来 挑衅中国的话 相信中日之间的关系将会斗转直下 那么同时钓鱼岛也是中国教训日本的一个石刀石 日本海上自卫队也好 日本保安厅也好 其实不足为据 所以从解放军的来角度来讲的话 修理修理日本的海上保安厅和海上自卫队 可以说是碳囊取物 所以日本不要挑衅 在挑衅的话一定会收到应有的代价 同时也相信一点 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话 还是会保持一种模糊或者说迷茫的态度 介入呢还是介入呢还是不介入呢 美国至今都在密码 作为中国来讲 钓鱼岛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如果谁要是燃指钓鱼岛 中国必然会断燃出手 好了也希望大家关注我的头条交流互动 感谢观看